如果说有一种画派的诞生完全来源于水,那么它就是中国画,黑和白是中国画的主色调,黑白也是一切色彩的两个极点,黑白之间隐藏着最大的色彩空间,包含着大自然的五彩缤纷。 而这种色彩的提炼就来自于水那非凡的清和力。 所以中国选择一种无色的拥挤,跟所有的色和焦,石色也好,水色也好,焦也好,繁也好,它全部能够综合。 寓意深刻的文化内涵,飘逸朦胧的表现手法,赋予中国画那种出神入化的独特魅力,形成了中国画那源于现实,却又超越现实的鲜明性格。 浓墨重彩,透出厚重和力量,轻描淡写,透出洒脱与平和,这种神奇的渗透力同样来源于水。 我们中国画中间有洗水又血,洗墨欲金的讲话。 为什么要洗水像血? 因为一个生命就靠气血了一起。 中国在绘画中间还要讲究气韵生动。 你有气没有韵,这个气不周流不运转。 而中国在利用这个气和利用这个水,把它当作人的生命的状态来运动, 来达到气韵生动,来达到洗水又血的境界。 这就是我们所谓的上山落水。